號稱台版太陽的後裔 眾所矚目的國軍形象連續劇 重現出軍人勇猛正直的形象 曾演過直劇場天黑請閉眼的陳偉倫 在劇中是男主角 飾演一名特勤中隊的軍人 為了符合特勤隊隊員的身材 擁有八塊肌 每天持續做許多高強度的訓練 只為了好好的迎接每一個挑戰 謝謝 之前傳出男主角選角需要體格很勇猛 有六塊肌 那您自認為有符合這樣的條件 我有八塊 就是不斷的鍛鍊自己的身體 為了符合特勤隊隊員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 我當初在當憲兵的營長 他就是憲兵特勤退下來的 所以他那時候跟我分享很多很多 就是他在特勤隊經歷過的事情 我覺得一般的體能狀態 可能沒有辦法符合這個角色 所以我有做特別的體能加強 選角保密到家 女主角遠愛菲 飾演一名音樂老師 兩位男女主角也是首次見面 男女配角是演員高山峰及安維林 他們也有一段糾葛的愛情故事 我身是不會五線譜的 那因為我演的是音樂老師 所以我特別有去加強一些 譬如說彈鋼琴啦 或是開始學習五線譜 那我也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最好的選擇 備受矚目的國軍形象連續劇 最好的選擇 將在下個月開拍 同樣是憲兵出身的導演梁秋生 相當期待全新組合 帶給觀眾不同以往的國軍形象連續劇 那都拿來跟太陽的後衣比較 你覺得兩者之間怎麼拍出不一樣 喔這首先不一樣 那個是韓國的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 這已經基本就不一樣了 內容當然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我們從來沒有說 我們是台版的太陽的後衣 我可以比較的 我想等各位到時候看我們播出 大家就會很明確的比較 導演梁秋生還特別強調 這部形象劇並不是台版太陽的後衣 避免被拿來做比較 整齣戲的成本約新台幣1280萬 劇中以梁山特勤隊為背景 當初希望這齣戲劇 能喚起民眾對國軍的重視 並招募更多心血的加入 但特殊軍種背景題材 能達到大眾的注目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 NOW NEWS新聞 林婷安 薛阿淳 採訪報導